喂 老公 你搁哪儿呢 你哪不来机场接我呢 人家都去韩国三个月了 你都不想人家呀 啊 你来了 搁哪儿呢 老公 什么来了 我看到你 你是我儿子 我一边去 什么来了呢 我跟你说 老公 就是你现在要站在我跟前吧 你都不一定能认出我来 因为啥呢 我这三个月在韩国 让韩国人给我整的 妈 老票票了 从三十七一下干到十五六七 就刚才就过安检的时候 说啥没让我过 我当时差点没跟他激眼 后来爸也就说 你这照片这不是你奶嘛 不是 妈 我跟你说 就是现在谁都看不出来 我现在冷漠点一照镜子吧 我妈妈也给我吓一跳 真的太飘飘 老公 现在你看着我啊 你肯定欠我杯吧 你信不 沉默 你不信呐 妈 你哪还不信呐 你不信我找个眼给你问问 真腻你这眼 哎 老公 对面过来个男人 我问一下 你看他能不能看出我三十七 你哦 你挺着哦 干啥 你看我多大 三年不 给我吓的 我以为你要全我这半大习惯了你 你看我今年多大 看 看了能咋的 看一下我多大嘛 看一摆看 我有媳妇 哎妈 我也不嫁给你 看我眼能怎么的呢 是不能咋的 看完你是不能咋的 看完以后我媳妇给我咋的你知道吗 你妈太多了 原来你每天都生活在这样的水深火热之中吗 哥 就看我一眼了啦 你说啥 本身天吧就起肺子 你这一摸就起鸡皮疙瘩了 看一眼你能让我走不 那 哥 你看我多大 看哪啊 年龄 看哪啊 往哪看哪 多大 你 你也就十八九岁啊 哎妈老公 老公 你给谁做老公 你有病吧你啊 哎妈老公 你刚才听见的 他说我就十八点 啊 啊 太不信了 什么玩意那人说话就飙虎的 这 那我最会给你找个老生的 那不这样呢 那老公啊 那人我瞧着胖虎长蹲伤的 肯定说话能靠谱 等我过去问他一下哈 眼镜哥哥 你看我多大了 也就五六十岁吧是吧 说话太不负责呀 你直接把我说没了得了吧 五六十岁 我说你这个眼神 我跟你说你这眼神 我跟你逮前置了 还是五六十岁 你一般眼镜是三 你好好咕咕咕 你看我多大 走近点你咕咕咕咕 你看我多大 六十岁 六十岁 谁啊 五六十岁 五六十岁 别瞎说 你哪哪瞎点评 我说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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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不起哈 我我 现在小年轻人可狠了 哎 这么挑的老子顶 我告诉你 你想干啥 你你你 你见着这样子 我我还怕 有啥可怕你想干啥 不是我 不做亏气事 不怕鬼掉门 你想干啥你说吧 不是我就是我俩就探讨一下美容那问题 我这还没等问题就来了 你跟他探讨美容 嗯 我突然想起件事了 你是从韩国刚回来吧 嗯啊 你是不是从泰国刚回来 你吧你跟他别探讨美容行不行 你要探讨你就跟我 我老公干给我个泰国整完 你干你赶紧上去跟他 那你 那你看我今天多大呀 你你你你也 你也就十八九岁啊 哎呀老公天哪 他也是我十八九岁 哎呀这大姨眼色太好了 实话告诉你吧 我今天三十七了 你才做了大姨 你你你给我叫啥 大姨 你三十七 我三十六 你比我大一岁 你三十六啊 哎妈你长 你长得太不靠谱了 原先特别靠谱 后来我家老梁 赚完钱以后就没出货 我说你自己做两套衣服 他不靠 就做一套就全戴扣派的 就喜欢这中式的 就给我头子上韩国整 整完以后的没太整好 就上泰国整的 原先没整之前嘛 都挺好 是不是 整完以后吧 也像十八九岁像你小姑呢 那俩月以后吧 就坏了 怎么了 原先没整之前嘛 就卫下垂 现在整完 那都垂了 哎妈 哎妈老公 哎妈老公完了 你刚才听见了吗 哎妈垂得太厉害了 那怎么讲 你说我以后要变成那样 那你还能喜欢我吗 你肯定就不要我了呀 你肯 哎妈不对老公啊 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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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说话太不靠谱了 他肯定是对我羡慕嫉妒恨 肯定是觉得我太飘飘了 哎呀 我必须找个人 我必须找个人 问明白的 老公再等我一会儿 你等着啊 这边我老头 死的活的 我问问他 你老人别着急啊 过来了过来了 好地瓜了 好地瓜了 好又大红薯地瓜了 大爷 你看我多大 买地瓜了 买啥地瓜呀 我是说呀 你看看我多大 爱吃火大的 这老爷啥破耳朵呀你说呀 你说谁破耳朵呢 我最近要听到了呢 时好时坏 他讲究我 你又把你 麦迪瓜有老头有啥可讲究的 对不起啊大爷 就是吧 就是我就想问问您 你看看我今年多大 看你年龄有多大 这孩子不好看呢 不好看年龄啊 我看年龄看不来 除非看痴相 能看出这人有多大 看痴相你就能看出我多大 看痴相 哎呦我的妈 我上哪儿整痴的 地瓜粮 烤地瓜粮 大爷 你来个长地瓜 大爷 多少钱一斤呢 我这不拎金 拎啥呀 拎刻 喂妈 拎刻呀 拎个 啥刻呀 多钱一个呀 五十一个 你抢啊 不买酒了呀 哎呦大爷 我买两 一两一百 两一百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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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看出来呀 多甜多钟啊 只要看痴相我就知道你多大呀 俩都吃了 哎呦你干我干我干我干 什么呀 什么 傅审 怎么呢 你一进屋吵着把火说自个三十七 我龙 你还龙吗 哎呀 那个三位评审 看过这个欢乐的小品之后 有什么点评的 我头回见着戴皮帽的光着腿 来不及换装了这是 赶场 对 这个小品呢 应该说是在一定程度是个无厘头的作品 就是我们不用探究它的合理性到底在哪 主要是为了考察一下瑞雪这种演技 其实这个中间设计的 比方说他问井人 尤其问到我这儿我都发懵 因为把我设计的情节里是完全不合理的 但是恰恰是这种搅和的方式呢 和成也在场上变换三种角色来考验他是一样的 有的时候演员在台上呢 我们要看他根据不同的对手 他这种变化有多大 可是刚才这个角色恰恰是考察他 不同的对手上来了 我不变 我怎么样以不变应万变 我就是想知道我是不外表像十七一样 我为了取悦我的老公啊 那么从这点来讲呢 张仁雪从上来一直到下来 她始终内在的这些东西没有改变 她的诉求没有改变 她的肢体语言和她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都没有改变 所以从这点来讲呢 她把握这个人物 把握的还是基本上到位的 很不错 好 谢谢了 好 谢谢了